来 今天咱们复习一下时间建词 有个口诀啊 叫 简单来说啊 就是时间大于一天的 我们用in 等于一天的有on 小于一天的就用at 来看例子啊 这里的2019年 大于一天的应年 所以用in 在秋天autumn 是季节 应季节也要用in 也是大于一天的 in autumn 那这里的1949年10月1日 我们用什么 它是具体的某一天了 那这时候等于一天了 就用借词on 那这里的9点钟 9 o'clock 它是具体的一个时间点 也是时间小于一天的 叫用at 最后在早上 我们还是用in早 是不是啊 所以in the morning 这些你都做对了吗 结果 最后在来 下一次 复杂的